词曲 李宗盛 这女孩是谁啊 前女孩 哪儿找的 丘丁里 小刘 小头回家 陈哲 今天要不是接到你的电话 我可能就坚持不下去了 房东因为我在屋里炒菜的事 把我给赶出来了 外面下着漂泊大雨 我没有地方去 我想我就快要冻死在异乡的街头了 可是就在那个时候 你给我打了电话 我没有告诉你我当时的处境 但是你的声音给了我力量 我的全身 似乎在一瞬间脑合了起来 你好 你好 我想找一下陈哲 您是我们陈总的女朋友林美雅吧 是啊 跟我来 我带您进去 谢谢 谢谢 在干嘛呢 在干嘛呢 在办公室呢 小哥 小哥 怎么样 你是不是还没有吃饭 这些都是你爱吃的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工作 你那么紧张干嘛 不是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工作的 你吃一个我就把水 别闹快睡 喂 你吃一个嘛 好 昨天晚上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我昨天晚上发现 我跟那个什么欧阳 在飞机上拿错箱子了 我就来你们公司找他换箱子 是他告诉我你在这儿上班的 你什么时候来这儿上班的 怎么突然都没听你跟我说话 还有 刚才我进来的时候 发现你的同事 好像都认识我 是不是你平常没事干了 拿我照片 跟他们显摆来着 他们怎么说 你跟我说说 他们不能说我长得好看 去去去去 你要不要你知道 他们为什么知道你了 是因为欧阳昨天 把你的照片 我的照片 还有你写的那些日记 通通拍了照片 发朋友圈了 不用假的 什么真的假的 爸 整个公司现在都笑了我们 哪 拿出来 让我看看 好 来 发了就发了呗 咱们俩没什么结婚的人呢 咱们两个早晚都是要结婚的 我反而觉得 以这样的方式告诉你的同事们 我们俩的婚事 我觉得挺好的 我很满意 昨天晚上 我妈跟我说 因为咱们俩赶紧结婚 结完婚就赶紧去烦我 又拒绝了 我很明确地告诉她 我这回来 我哪都不去 她是生气来的 小泽 要不然咱们俩先结个婚 让她开心开心的娘 谁啊 我觉得 你应该先回欧洲 停 你怎么跟我爸说一样的话呀 我再说一遍 这次我回来 我哪都不会再去了 你们以后 别再跟我说这样的话了 别忘了 一会儿还要陪我去北方设计场呢 往前点儿 要陪我再回来 因为我去北方设计场上的 还不去实际场上的 我们还是去 等一下 您要没事的话 您先回了 一会儿还有个会呢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我就先回去了 那你晚上回来吃饭吗 回来开挺晚的 你们先吃吧 那我之后走了 抱抱 你告诉人 你看着人 谁还不谈恋爱 你快点 你不抱 我不走 快点 快点 好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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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文朱 我给你买的吃的 你给的吃 好 对不起 那我真的回去了 对对对 我都忘了 这有一袋吃的是我给你同事买的 我去给他们发 不是不是 我 没有 不用 我给他们就行了 好了 你快忙忙 你忙工作我走了 你们好 你们好 我是林美雅 我今天给你们带了点吃的来 谢谢你们平常跟小哲的照顾 我听他说你们老家喝 谢谢 别客气 别客气 不好意思 我先接个电话 喂 爸 没有 还没换回来呢 快点 谢谢 好 我知道了 不说了啊 爸 爸在你这儿了 爸 别客气 还剩一点 你们谁要是饿 谁自己拿去吃啊 你们家是开大排档的 我爸炒的小龙虾 我跟你们就是一句 肚肉别香 每天啊你们要是下班早 一定要小哲 带你们上我们家带排档吃去 不行的话 我就打包给你们送过来也行 那我走了 不打扰你们工作了 拜拜 再见 拜拜 小哲 可是就在那个时候 你给我打的电话 我没有告诉你我当时的处境 但是你的声音给了我力量 我的全身 似乎在一瞬间脑合了起来 陈哲 你是不是有事情要跟我解释一下 我是觉得这件事 没有必要跟你解释 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 林美养是我的前女友 但是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们两个人从小一块 在孤儿院承担 她养父对我很好 所以我们俩后来 就顺理成章地在一块 但是后来 待在年纪也大 她要娶了欧洲 关系就慢慢疏远了 两年前我们就分手了 这是事实 我知道她一直对我有些念念不忘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 这是她单方面的一厢情愿 我现在心里面喜欢神 你不明白吗 这是什么 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咱们 快说 走 咱们 好 满 不管你在里面看到了什么 我跟他两年前就分手了 陈哲 我给你时间 你把这本日记认真地看一看 再好好考虑要怎么跟我解释 恰好这个林美雅 不是一个只看重自己付出多少的人 她每天所记录的 都是别人对她的好 你不会是想告诉我 她是一个被宠爱妄想症患者吧 还是你想告诉我 这边和那边的时差 从六个小时变成了两年 我承认你对她还有一点关心 但是这种关心她更多的是一种 是一种不忍心 是一种同情 我们两个从小一块长大相依为女 这种感觉她是 她是一种家人 是一种亲戚 我只是不忍心对家人那么决绝 我本来是以为她去了欧洲就会遇到别的男人 她会留在那儿工作 反正这件事是我处理的不对 我会解决的 好 这本日记留给你 她的箱子放在我车上 这两样东西 由你去还给她 我给你时间 我相信你能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对吗 凤姨 忙着呢 你给我来大葱 土豆 黄瓜 西红柿 还有萝卜 茄子 花菜 青菜 更来五斤 行 好嘞 你不是去法国了吗 放假回来了 是 真好 你长成婷婷玉丽的大姑娘了 没有 你回来你爸肯定高兴坏了 你可得好好陪陪她 我知道 你们家小车呢 我停到后门了地方了 行 我一会儿让凤叔给你送出去啊 好嘞 凤姨 一共多少钱啊 给你爸早改成月结了 我这儿有个小本记着呢 回头给你爸结账 甭管了 行 那您先忙 我看看别的去 好 您先忙 慢点啊 大家书 她是谁回来的 没啊 她刚从法国回来 就把你爸干活来了 是 真是个好闺女 是 大家书 最近生意怎么样 还挺红火的吧 挺好的 都沾你爸的装了 不是 那就好 今天还是老样子啊 明白明白 小龙虾四香 八可四香 大虾一香 是吧 回头 今天那个皮皮虾特别新鲜 咱要送点回去 好好笑去教育你爸 好 谢谢大家书 那我就不客气了 行嘞 待会儿我给你坐过去啊 好嘞 那我上门口等你啊 行了 好了 一会儿见 不好意思 我给你时间 你把这本日记认真地看看 再好好考虑要怎么跟我解释 恰好这个林美雅不是一个只看重自己付出多少的人 她每天所记录的 都是别人对她的好 喂 打扰一下 那个今天咱们领导在会上说的那个 那份报表 您能发给我们吗 什么报表 就是咱们公司去年那个销售业绩报表 你叫陈哲是吧 是 你姓男的我不跟你记得了 那些报表是我辛辛苦苦统计出来的 领导是发你我就得发你啊 你也太单纯了吧 想要的话自己重新去统计 明白吗 哪那么多坐享其成的好事啊 我说这些新来的 一个个都以为天上可以掉馅饼是吧 不付出就能有收获 哪那么多好事啊 没事 你们这种欺负新人的风气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盛行的 你们是销售部 是一个团队 大家在一个团队里工作 要分工合作 作为老员工 你不去帮助新员工 反而在这里摆老姿态 乘一时之快 拖慢了整个团队的进度 我倒是想问问你 谁来替你负这个责任 是整个公司 我绝对不允许整个公司以后 再出现这种问题 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来找我 明白吗 不用 我知道了 我马上发 爸妈 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你们放心吧 我会好好努力的 绕不了多久 我就会怕说去 把他们都踩人到我脚下 好了 走关 拜拜 拜拜 我走了啊 拜拜 来 闹着他 来 滚儿 往那边去 快 跑去啊 快出来 快出来 好吃吗 好吃 我爸炖了两个小时呢 他可偏心了 他也让我一定要跟你说 他用心炖的肘子 你得用心都吃完了 我肯定全部吃完啊 你还要半年就要高考了 你一定要加油 一定要考出好成绩 听到没 我肯定好好考 知道吗 不然我怎么对得起人的 你还要我 我叔叔这两个小时大手 好好好 真太好吃了 快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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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南国 春来发几智 愿君多采邪 此物最相思 你还给我带着 你能不能蹲下 快点 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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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醒醒啊 嗯 よ 嗯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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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豆哥 你果然是大力图的 那你看 怎么样 欢迎光临 黎家老店特色菜 鸿门酱肘 尝尝 看什么呢 听我报菜名了吗 什么意思啊 想去那边尝一尝 疼了吧 他们家比你们家脏乱差了 我这辈子都不肯去那种地方吃吧 我跟你说 欧阳 不要瞧不起人 他们家不单单不脏乱差 而且味道在这条老街上那是数一数二 炒菜的灵叔在这条街上十几年了 手艺一流 人特别地好 跟我是忘年娇 那个穿黄色T恤的 是她的女儿 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 现在在帮着她 不过啊 她是个孤儿 是被灵叔灵养的 他们爷俩在这条街上 经营这家店十几年了 风风雨雨不容易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女孩长得特别地青春 特别地好看 大哥 你什么眼光啊 什么眼光 你刚才不也盯在那边看了好半天吗 我跟你说啊 你可不许打人公娘主意啊 谁都可以 她不行 给你过去点分小张价 还是可以要低 大哥 你以为我的审美跟你一样了啊 玩餐馆开在老街上 行了 她上个世界审美呢 王叔王阿姨 来 王叔我来 来 您慢点 您慢点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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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您慢点王阿姨 好嘞 我是不会 来 好嘞 这个世界啊 更新换太快 一些老味道啊 老铺子啊 对于人们来说 就会显得格外的成功 打一个比方吧 如果你小的时候总吃一家店 吃习惯了 可突然间有天你发现 这家店没了 拆掉了 找不着了 你就会显得特别的落寞 这种落寞 好像就是被一个多年的好朋友 给突然间抛弃了 所以呢 老铺子的以后 老味道需要传承 坐在老铺子里 享受着老味道 这是一种独有的安全感 这是一种没有被这个时代 抛弃的安全感 所以来我们离家老店吃饭的 都是老街坊 老邻居 真羡慕您啊 我都不知道老味道是什么 对我来说 老味道可能就是 我们家厨师做的菜吧 顾薄言 顾薄言 吃个蒜 好好好 来了 没有 您的蒜 我不要这包好的的 要成头的蒜 哎 好 兔兔哥 今天我买成头的蒜了 谢谢啊 去你小黎叔的去 借两头 哎 好嘞 您等一下 好 我来 不好意思 马上回来啊 小黎叔 你能不能借我两头蒜 就是成头的煤包的那种 看看你们家生意得多火 算是吧 等着 叔叔给您拿去 好嘞 干什么啊 真的是你啊 我还想问你呢 哎 你不会是一路跟踪我过来的吧 我跟踪你 我从小就在这条街上混 你看见了没有 那个 我们家店 我跟踪你 不好意思 你们二位 认识 不认识 黑洋 你要的蒜 天哪 小黎叔 这也太多了吧 我就拿两头回去就走 行了 全哥里边跟我就别客气了 几头蒜不值什么钱 我跟你爸是忘年交 你都竟然叫我小黎叔了 跟叔叔还客气什么呢 我是趁我爸才叫你小黎叔的 还真把自己当我叔叔了 哪有你这么年轻的叔叔啊 谢谢了 不客气 什么情况 我跟这奇葩在国外回来的飞机上拿错箱子了 他跑我公司给我要去了 奇了怪了 怎么拿着碰下他 你俩还有这些缘分 什么缘分 我说你刚才听到那边看了我半天 你怎么不早说 什么缘分 你没看我发朋友圈啊 小黎叔 没啊 怎么了 为了感谢你 借蒜之恩 一碗小龙虾不成敬意 随便吃 不够吃我再让我爸去尝 谁让你吃了 你不是随便吃了 我让小黎叔随便吃 我让你随便吃了吗 你给你小黎叔 我是你小黎叔的朋友 你小黎叔自然会给你小欧叔了 对吧 他小黎叔 你保镖呢 你不是一直有保镖跟着回不了家吗 我发现你这人还管得挺宽啊 我保镖跟不跟我关你屁事啊 当然不关我的事 但是我的箱子就关我的事 既然你保镖也没跟着你 我就跟你回家取箱子去 我不都说了吗 等我拿到箱子 我就会给你打电话的 你急什么呀 停 等你拿到箱子 你给我打电话 我箱子不在你手里啊 那我箱子在哪儿呢 我告诉你 欧阳 我所有的东西都在那个箱子里 那个箱子 以及箱子里的东西 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你要是赶把我的箱子弄丢了 我就 怎么着 你也怎么着 打我是吧 来来来 打打打打打打打 可能你还不知道 你箱子里面的某些视频 我可是考了备份 你不会是想让全世界人 都看到某些人被打得 哭爹喊娘的样子吧 谁哭爹喊娘了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敢把视频发出去 你这辈子都别想拿到你那箱子 两位 两位天气热烧暗雾燥嘛 两位都是我的朋友 这样 给小黎叔一个面子 让欧阳把小龙虾吃完之后 咱们再好好聊一下嘛 既然你是小黎叔的朋友 那我就给小黎叔个面子 但是想请小黎叔帮忙做个证 欧阳 必须尽快归婚琳美娅的箱子 不然 我就上传视频 好 呃 小黎叔 作证 一言九鼎 欧阳 以最快的速度 把林美娅的箱子归还给她 好 美娅 在欧阳把箱子归还你之前 请务必保存好这段视频 不要外流 算是给小黎叔个面子 你看可以吗 行 我相信你 小黎叔 等你电话 谢谢你的小龙虾 随便吃随便吃 不过我爸来给你尝 这奇葩东友吃不下去 问题是 你的视频 他真看见了 丸子刚炸的 别量你这认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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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点什么 喂 你开晚会了 啊 一会儿 那块吃饭吧 我递了个西餐厅 还去什么西餐厅吃啊 还挺贵的 你回来吃饭 我让我爸给你炒你最喜欢吃的 油闷大虾 脚下炒鸡蛋 麻辣小龙虾 咦 我口水都流出来了 到时候拿瓶啤酒 啊 好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得忙了 等你回来啊 赶紧的 我烦没有 我的超渠量 老邦 你的 我 不是 我 都是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车来了 赶紧进去 你回来了 你的箱子 我的箱子 我箱子怎么会在你这 这个欧阳也真是的 把箱子给你都不给我 这不耍我的吗 我得检查一下 我所有的资料 证件 可都在箱子里面 最最最重要的是 我的日记本也在这里面 还有最最最最重要的 是这个箱子是思雨送给我的 我可不能把它给弄丢了 你瞧他 还有个小孩似的 赶紧吃饭吧 你快点吃饭 我把箱子放在这儿 不要事儿 男朋友 不然 刚才脱箱子走过去这男的 是梅亚的男朋友 从小一块长大 都是孤儿 不知道 这陈车就在我们公司 教授部上班了 相濡以沫二年嘛 陈车在你们公司上班 你的员工 你再吃的 麻辣小龙虾 尝尝味道怎么样 叔 您来吃吧 别坐了 你们先吃吧 还有两座客人菜要头 别等我了 吃 饿不饿 我最担心的就是 你就知道开会 不好好吃饭 把胃饿坏了 不过今天呢 我能看着你吃饭 我就放心了 我跟你说 这些菜 都是我盯着我爸炒的 他炒得可用心了 这下凉了就不好吃了 还有你最喜欢吃的韭菜炒鸡蛋 这是你最爱吃的 你跟我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说什么 爸 我去跟小哲说两句话 马上就回来 好嘞 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走吧 坐下来说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你赶紧说 爸 其实吧 一直以来我看你呢 总会有一种 不是很真实的感觉 因为其他人在我那眼里啊 可能也就是 变了个头发 换了套衣服的事 但你不一样 你在我记忆里有 好多好多的样子 你有五岁时候的样子 七岁的样子 十岁的样子 二十年了里面呀 我一直觉得我欠你一声谢谢 都把我说难受了 你跟我你还谢什么呀 那我也要跟你说谢谢 谢谢你陪伴了我二十年 我找到你这么说 ah 我 那是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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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根本不是要求婚吧 不会吧 跟这儿求婚 那他也太没想法了 咱们那个孤儿院 其实有好多人到现在都 孤身一个人 找不到个家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遇见你 挺幸运的 我遇到你之后 就有了这个地方 你累不累 我累 那你愿不愿意 一直这样背着我 愿意啊 爸 陈哲说他愿意一直这样背着我 我懒了他也背着我 好 好 赶紧过 麻辣找我们先马上出货 快 就这个路口 这么多年 你风里来雨里去的一直在动 等我一块吃饭 等我放学 等我下班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应该对你说一声谢谢 谢谢 谢谢你给我这个家 谢谢你选了我 做你的机遇 但是咱们还是分开吧 我们分手吧 我们分手吧 不是个愿意 你把戒指都给我卖好 你把戒指都给我卖好 不是个愿意 你把戒指都给我卖好 这是你去欧洲是想送我的小龙头 你把戒指都给我卖好 二十年 你很好 叔叔对我也很好 这个家也很温暖 菜也很好吃 但是美娅 再好吃的菜二十年 也吃腻了 我现在把它还给你 我现在把它还给你 因为我觉得我配不上他 找个值得的人 哇 这支好 你说是吗 这是分手 是文青哥 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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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跟你分手 你还是想接我的 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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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不好 我可以改 我改 我 我放了啊 我去看看 你妈妈还是小子 志愿 志愿 你别走 我不要走 志愿 不要走 不要走 我会走 我不会走 我多不行 我去乱 我去乱 坐在发生 我来乱 我来乱 好 好 好 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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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咦 伤伤了没有 姐 你没事吧 伤了没有 你疯了 追汽车 小蕴叔 你能不能让我离开这儿 你能不能让我爸 看得我现在那样子 好 好 我知道该这么做 别难过了 别难过了 会好起来的 我很爱自己是 你很喜欢这样子 你 你可以有什么 哦 你别没心 我没心 你别没心 可我 就温暖了 我 他就已经 了 别哭了 小绿叔 能带我去方怀国际B组 标七零药吗 就人发瓦路的那个 我的青春岁月 我们所有滚烫的誓言 以至依赖我所坚持的信念 在趁着离去的那一瞬间 被他呼啸而去的车 一并带走了 那一刻 世界上所有的灯都被关上 我失去了我所有的感官与知觉 我毫无方向 毫无头绪 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我被留在了一块空白地带 成了一具空皮囊 只能原地等待 等待着被风干 被碾碎 却再也没有我的沉哲来救我了 慢点喝 慢点喝 骗子 骗子 那个人也是骗子 我说我要去方华国际B组 这是方华国际吗 我有很多话没说呢 我得去方华国际 我也去跟他说呀 我也去跟他说呀 梅雅 那我们也是善意的谎言对吗 相信我 你现在这个样子 最好不要去找他 我还想再喝一杯酒 再喝就大了 我给你调一杯没有酒精的 不行 要有酒精的 很多酒精 我很能喝的 败多了小黎叔 我还想不想喝 我给你喝酒 你谁 say 那我能喝酒 我还想喝酒 我睡觉 你一定给我喝酒 你不怕 我也想喝酒 我 就会喝酒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老来这儿有意思吗 有意思 来 再来 好 谢了 今天到这儿吧 小李叔 我们现在在哪儿 欢迎来到我的搏击俱乐部 你的搏击俱乐部 这是你的搏击俱乐部啊 为什么不能是我的 天哪 我怎么不知道 我确的来说 这地儿是你小李叔开的 咱们不光这个地儿 这外面是一个体育竞技综合俱乐部 篮球 足球 排球 马术 高尔夫 你想到的想不到的 所有体育运动项目这么都有 对了 还有一酒店 你认识他这么长时间 你不知道这女的一喝就变身了 关键是我没和他喝过酒 干嘛 干嘛 错了 最怕你别摸我头了 我从小到大 还在怕又别出这么汗 你平常 就是在这个地方 来陷害他呀 你别得寸进食啊 刚才我们俩可是救了你的 你别跟我提刚才 就刚才 刚才 我还跟我爸说 我现在正跟小哲在一起甜蜜呢 要我说你真的 没必要为那么一个男人 在那儿生心囊骨着 纯属浪费生命 你懂什么是生命吗 我在孤儿院的时候 因为我瘦小 那些男的他们都欺负我 每次欺负我的时候 都是小哲挡在我前面保护我 他为了我 他跟别人能这样 他被人打得回事 轻一块子一块 他什么都不说 小时候 还是小时候 是不喜欢吃肥肉 我 每次吃饭的时候 我就把肥肉 都堵出来了 坐在我手心里 小哲看见了 都被跑过来 让我把我手里面的肉抢走 然后抓在自己的口袋里 他口袋里面 总想让他老是游呼呼的 老是因为这个 还老批评他 他一点都不难我 他每次他看着我 他都笑 他都笑 你知道吗 他像个英雄一样 那天下了好大的雨 好大的雨 放学回家的路上 我的鞋子全部都湿了 是陈哲 陈哲把他的鞋给我穿 我才有鞋穿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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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繁华国家闭嘴 闭嘴 闭嘴 这根本就不是繁华国家闭嘴 别拦着我 谁拦着我 不要拦着我 送开 你们都送开 来呀 来 来挑战我 挑战我 我就不相信你了 打过我 乔 乔 不爱你 我不能跟你分手 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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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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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我 快也不能活 今天 今天我们分手了 我也不知道 我真 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他就跟我分手了 但是我一遍眼睛 我一遍眼睛 我想了 我想了却不能 看见我的好 我没有办法跟他睡觉 你爱我 你会来找我 你会知道我 快要不等我 我 晓睿 妈妈现在这个样子 是不是特别可悲 晓睿 你放心 妈妈一定会让你有一个特别美好的明天 可是你这辈子 千万不要走妈的劳碌 这辈子 一定不要相信甜言蜜蜜的萌篇 去选择 和一个理训新的人在一起 妈 我拜托你 可不可以每天活得开心一点 能不能不要每天都在现实和过去之间游荡 能不能不要每天喝得这么烂醉如你呀 妈我求你 面对现实 可以吗 尤其采取孩子 也 raises 您好 为何 快闷 过来 坐 坐 爸 我妈今天晚上跟她几个朋友 可能喝得有点多 我不想知道这些事 我想问问你 今年 咱们美妆连锁店 在二线城市销售的情况 爸 姐 都没睡了 欧阳 过来过来 我正和你姐姐 在这儿说公司的事 你也听一听 好吧 我问你姐 咱们今年 美妆连锁店 在二线城市的销售情况 亏损不少吧 现在谁要去店面买化妆品了 人家都在网上买 直接送到家里 特别方便 我看咱们公司那些连锁店面 干脆挂了得了 那你在网上销售这一块 有什么想法 其实我觉得 爸 关于关闭二线城市 美妆连锁店面的事情 两年前我就跟您提过了 这一点 我们销售部已经做了 非常详细的市场调研 出过具体的方案 但是您给驳回了 去年我又提出来 同时提出加强网络销售 您也给驳回了 网络销售这一块 我们已经出过非常详细的方案 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 记得 这件事情 我在决策上是有失误的 这样吧 这件事情啊 我就交给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共同出一份 网上销售的方案 越快越好 行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那行 爸 我回去睡觉了 姐 我先回去了 你也休息去吧 你也休息去吧 其实这件事情 我一个人可以 小蕊啊 我想让你弟弟啊 跟你学一学 你呢 常带着你弟弟 好不好 好 我知道了 爸 那你也早点休息 我上楼睡了 好 我上楼睡了 我上楼睡了 你 adventures了 我上楼睡了 你先回落下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黎叔 我在你们家 这是酒店 昨天晚上你喝大了 怎么叫都叫不起 没办法就只能把你带到这了 不过你放心 我昨天晚上在隔壁房间睡的 饿了吧 给你十分钟洗漱 我在楼下等你 骗子 骗子 这根本这不是 把我还过去逼的 干啥呀 我不想跟你分享 姐姐姐 咖啡 我刚来的路上 刚好碰见你秘书给你送咖啡 我说你给我吧 反正我要来你这儿 而且我这大长腿又不穿高门鞋 肯定比他快 有事吗 姐 昨晚的事呢 我已经认真想过了 你可千万别听爸的了 你自己弄就行 我就别瞎仓话了 别再给你添乱 爸让我带你 自然有他的道理 你照做就是了 姐 你别生爸的气 很显然爸老古懂了 他哪能有你那远见着实 是吧 这眼看着现实 就果真人朝着你说 那个方向发展了 他又不好意思承认呗 我看老爷昨晚上 就是想找个台阶下 正好我回来让我赶上了 他拿我说事呗 是表面上说是让你带的 我其实 你也知道我哪这块料啊 你要把我带出来了 姑娘咱们公司美妆簿都得关了 你还有事吗 你还有事吗 没事的话去趟销售部 把之前关于二线城市的市场调查 都拿回去看看 是不是跟那销售部经理成热药啊 对 对 对了姐 我跟你说件事 那个 你猜我昨天晚上看什么了 我刚好目睹了陈哲环箱子的全过程 那简直就是一场分手大戏啊 那林明雅都疯了 是我跟李东救了场 怎么救的呀 你说瞧瞧 李明雅家大排档 正好就在 李东家老饭馆对面 我跟李东这吃饭 总之我跟你说 那销售部的那个陈哲 真不是个东西 说完分手 把女孩往地上一推 上车就跑了 人家女孩在后面 嗷嗷哭着追车 嗷嗷喊啊 当时那场面简直了 我告诉你都没法形容 满大街人都看着呢 那先丢人 让我跟李东带他走 还不能让他爸知道 你说我跟李东 也不能见死不救是不是 你还打算在我这儿 闲聊多久 我马上消失啊 立即消失 我马上消失 许可以 他 现成 颜小姐 这边请 颜小姐请坐 谢谢 饿了吧 吃吧 小绿叔 对不起 昨天晚上是因为 昨天晚上是 你懂的 再加上 我喝了那么多酒 所以就没有控制好我自己的情绪 最重要是 没有控制好自己的行为 对你 还有你的好朋友欧阳 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我知道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也觉得挺尴尬的 我以后一定不会再这样 好 好吃吗 好吃啊 好好吃啊 小绿叔 我对蛋糕的要求很高的 蛋糕真的很好吃 好吃多吃点 不要浪费了一顿美味的早餐 对了 小绿叔 还想拜托你 昨天晚上的事情 千万不要告诉我爸 因为他有高血压 我不想让他担心我 嗯 是不是在想 昨天一晚上都没有回家 而你爸爸一条短信没有给你发 一个电话都没有给你打 你怎么知道 因为昨天晚上 我给你爸爸打电话了 你怎么跟他说的 我说你喝烫了 刷酒疯了 真的假的 假的 那小绿叔 以后这种玩笑 尽量少开 行吧 我跟你爸说 我邀请你和陈哲 来我的俱乐部玩 太晚了 就留你们在这住了 不过我特地说明白 你和陈哲 一人一间 可以吗 小绿叔 你想的真的很周到 谢谢 不客气 再难受了 也要好好吃饭 你这个状态对身体可不好 收拾好心情把饭吃好 一会儿我就带你去找陈哲 有任何问题 当面向他问清楚 向说现得 agDer 陈哲 云 坐在铁车上 积光铁轨上 才会再시죠 整点 爱嘛 安 别打电话 直接找他去 好 谢了啊 欧总 有一件事我一直想跟您说 说 您以后 安排我做什么事 能不能别总说谢谢 您安排我做的事 都是我分内的事 您总对我说谢谢 我心里特别没有底 我说谢谢 也是我分内的事 就 好 小刘叔 刚才的酒店 是你的 对啊 那那里面的一切 都是你的 没错 那咱们刚才录过的那个 高尔夫球场 马术俱乐部 不会也是你的吧 才对啊 这些全部都是我的 难怪呢 我对上了 对上了 对上什么 以前呀 我看你的那个老店 老是奇奇怪怪的 我还在想 怎么店面那么老 里面的服务 还有配套设施 全部都是五星级的 我还挺担心的 你那菜价那么便宜 怎么才能回本啊 这回我算明白了 但也挺奇怪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想知道吗 想知道吗 黎家老店 是我爷爷亲手创办的第一家地 白手几家 当时创业的时候 爷爷跟我说的非常地艰难 全是靠身边的那些朋友们 还有邻居们互相帮衬 生意才慢慢做起来 后来生意越做越大 不单地发展 我们黎家成为了酒店行业的龙头企 爷爷教导我 人挣在座的钱 又不可以忘本 我们要把挣来的钱回馈于社会 去帮助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 所以呢 你看到的黎家老店 就是五星级的标配 最亲民的消费 你们呢 天哪 替你爷爷点赞 进 进 进 陈经理 欧总让您去一趟他办公室 哪个欧总 欧阳 小欧总 好 谢谢 我马上去 小林叔 不好意思啊 让你久等了 这是给你买的咖啡 我有份 嗯 谢谢 上车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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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 欧总 你找我 那个我听说 咱们公司美妆部近两年的 在二线城市的销售业绩 不是太理想 对 是 让你回去整理一下啊 你把美妆部近两年 在二线城市的 连锁店面市场调查 以及 关闭连锁店面的 预防方案给我一份 好 拿过来 好 快马上就去 等等 你还有事吗 等我啊 我把它停止了 咱们有点无关紧要啊 嗯 坐 坐 你 你有事吗 啊 没有 我呢 就是忍住原问问啊 只是问一句 我就是特好奇啊 你看 你跟林维雅二十年的感情 她那么爱你 而且据她描述的 你也那么爱她 感天动地的怎么突然之间就 毫无征兆的你就要提分什么 啊 欧总这个 这个恐怕是我个人的情感问题 在您面前不止一提 有外遇了 要我说啊 其实 我觉得林维雅这个人啊 其实长得也并不难看 还挺善良 性格方面嘛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缺点 除了有点二啊 但是我觉得呢这个 也不是什么有上大雅的事 无非就是穷一点 难不成你帮了一副婆 不会吧 你 你不像这种人 莫总 我跟林维雅分手这事 您是怎么知道的 你去问林维雅知道 不过她还记不去的 我就不确定了 还有啊 别的咱们不说 我觉得你那分手的方式 我真的是挺看不惯的 挺烦的 男人把女孩往地上一推 自个儿开车跑 太不爷们了吧 你说得对 谢谢您的关心 cen仔 你 你 你别这样 我真的不是在关心你 啊 我挺烦你的 所以你千万不用写我 行轮 走 地点一下 coaster boundaries 谢谢你 小黎叔 我的电话和微信你都有 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联系我 我应该可以帮你解决一些问题的 好吗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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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